另外陈水扁现在还说他不认识林秦刚哦 陈水扁写了自述状 控告蔡守逊还有何一廷法官滥权积压 他表示说他想不起来 曾经在美丽岛大省中跟林秦刚同任辩护律师 那么对于陈水扁不认识的说法 林秦刚他透过了朋友说 真的是心灰印了 那么陈水扁说林秦刚确实是比他第一届的学弟 但是两个人从来没有同启事 念书的时候也没有互动 他只知道说有这个人而已 简直就是根本不认识了